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川普特赦前副总统切尼首席助手利比 美国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决定给予前副总统切尼的首席助手利比全面特赦 利比曾出任切尼办公室主任与副国家安全顾问 也曾是小布什总统的助手 利比在2005年10月28号被起诉两项做伪证 一项虚假陈述以及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 主要涉及披露中情局前特工普莱姆的身份 利比随即辞职 他在2007年罪名成立被判入狱30个月 罚款25万美元与出狱后缓刑两年 总统小布什其后免除利比30个月的刑期 白宫在2015年指出指控利比的一名主要证人改口供 川普在周五的声明中指出 他虽然不认识利比 但多年来屡次听到他遭不公平判刑 希望这次全面特赦有助理顺他的人生 好了 以上就是梁骏为您带来的新闻时事报 以上就是梁骏为您带来的新闻时事报